中国新京报首席记者韩福涛 近日曝光中国油罐车业者卸完没油 就直接换装实用油 现在却传出他的微博账号被删除 仍以失联 引发中国网友广泛关注 急问韩福涛在哪 另外被用来追踪油罐车币案的货运平台 发货帮APP 10号突然下架货车轨迹查询功能 引发网友讥讽 问题解决了 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 中国房市持续低迷 导致经济复苏乏力 已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的近700家上市公司中 出现亏损的占56% 其中预亏超过10亿元人民币 约44.8亿台币的公司 达19家 黄电业和房地产等行业是重灾区 中国经济状况糟糕 今年中国大陆高校毕业生达到1179万人 大学毕业生毕业级失业 有一位80后女博主失业一年多找不到工作 靠打多份零工过活 感叹生活太难 在大街上控制不住 失声痛哭 也有网友说 她的丈夫是大型国际工作的员工 竟然也被无预警裁员 美国总统拜登10号再次延长 针对香港局势宣布的国家紧急状态 取消香港的优惠贸易地位 引发中共跳脚 这是美国政府第四次延长香港的国家紧急状态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